你的双十一快递到了吗? 十三吨包裹又欲火灾,被烧成灰影网友吐槽。 你的双十一快递到了吗? 十三吨包裹又欲火灾,被烧成灰影网友吐槽。 随着这几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到了每年双十一的时候, 很多的电商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商品优惠政策, 而网友们在这一天也会购买或者囤货一些商品, 但是这种网上购物自然少不了快递。 在遇到双十一这种狂欢购物节的时候,也无形增加了快递的压力。 其实在经历了双十一这天购物节之后, 快递在十二日凌晨就已经开始大量工作了, 而且就在前几天凌晨一辆载有十三吨百式快递的物流车在北京开往湖南的路上。 经过河南安阳时起火了,这辆物流货车长达十五米, 车上载着都是双十一的快递包裹。 这辆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起火, 几秒的时间迅速燃烧起来, 随后司机赶紧停车拨打了119, 但是当消防人员感到把火熄灭后, 车上的所有包裹无一幸免, 这种快递着火的事情似乎每年都会发生。